邊境風險嚴管 國內鬆綁 十個字嘛 剛才我們形成共識 其實民間已經現在蓄勢待發了 準備要出來旅遊 從這個報告裡面 跟我們現在日常生活裡面 已經碰到一個是 大家希望能夠 開始有一些旅遊活動 防疫措施的調整 就是最好的振興的一個方案 6月7號一後 個人衛生如果做得好其他都開放 他的概念是這樣 我們邊境我們繼續顧好 我們的居家建議我們也繼續用好 邊境怎麼樣開放 我們就很謹慎的來做處理 國內的這個部分 繳到6月7號 我們的社區還是很安全 正常生活 但是前提是個人衛生要做好 那交通部的預算 我們觀光發展基金應該會不夠 那我們有提出請求是20億 作為備用的子彈 那我們可以這樣子讓業者有所遵心 剛才院長提到的國中會考21萬 總算安全過關 在事務跟防疫上其實是做到 應該連很多縣市跟家長都會覺得 這一次算是秩序良好 也都顧到各項考試的公平性 票子賣一半 這個不符成本 演一場就虧一場 所以我們今天是不是可以提出 可以很認真的討論 就是說因為台灣現在相對非常安全 假設說我們堅持就是說 剛剛陳部長所講的量體溫 實名制 戴口罩 是不是可以取消間隔座 這樣子導引觀眾慢慢的回來 一個潛伏期14天 兩個潛伏期很專業 所以兩個潛伏期 那叫做安全 你現在定6月7號就是四個潛伏期 就對了 這樣很有潛伏 我也可期待 我們是不是開放了以後 然後我們具體來建立這些公廟 每一次出遊不要超過兩輛車 我們很快的就會有把那個 國內的這個旅遊跟國內的這些 都點火起來 現在台灣很安全 實在很安全我們還要管 社會就要練習 整個管理的領域 個人健康行為的養成 才能夠親愛的開放更放心 這段時間 整個一個禮拜十天的時間 大家要把這相關的實名制 或量體溫整體這樣的運作 能夠做得更完整 那6月7號 我們就可以放得很放心 希望國人一起努力 繼續保持好的成績 到6月7號 如果沒有社區感染 我們依然國進聯館 但國內就送綁 有政府請安心 委託